我爸爸是福建人 他在重慶認識老媽媽 我在上海出生 我算上海人 上海人的早上 特別喜歡吃這樣的生煎包 或者小籠包 或者一碗湯麵 或者是蔥油麵 上海人最愛吃的菜肉大餛飩 這個搭配是非常加鮮味的 在湯姆海的身上 似乎總是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性格 拿起指揮棒 他仿佛就是戰鬥的雄狮 走下舞台 他又變得安靜平和 這是我老師和我老師卡拉扬的照片 那時候在柏林啊 我個人跟著他工作了兩年 這些擺得滿滿當當的海報和CD 彷彿一個個閃爍的坐標 清晰地勾勒出了湯姆海的音樂人生 世界著名指揮大師卡拉扬的得意門生 曾與全球數百家知名交響樂團有過合作 第一位進入歐洲國家級歌劇院 擔任首席指揮職務的華人指揮家 經過三十多年的沉澱 湯姆海在指揮界已經取得非常高的成就 這是今年三月份 上海愛樂樂團紀念貝多芬誕辰250週年 音樂會的排列現場 而這次音樂會的指揮就是湯姆海 千萬不要千萬不要 貝多芬這個人啊 他要想想的時候 他是要想的要命 你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放上去 所有的力量都鋪上去 才可以這麼想 可是他要輕的時候 你們可是真的要想辦法做的 拜拜 為了能給觀眾奉獻一場完美的演出 湯姆海提前很多天回到上海 在排練中更是一個細節也不放過 不對 不對啊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半拍呀 你太急了 你打得像意大利音樂 棒棒就是棒棒 就是一二三八棒 一二三八棒 一二三八 搭搭搭搭搭搭 對吧 來 從節拍到音準 從貝多芬的人物性格 到交響樂的時代潮流 一首不到四十分鐘的 A大調第七交響曲 湯姆海掰開揉碎 足足講了兩個半小時 揉 揉 揉 也許在保證他這個演奏的正確的前提下 他們要整齊 他們要一同呼吸 然後是內容要嗆入其分 這個還是面面俱到的 好 短暫的休息過後 下半場的排練開始了 這次的音樂會 主辦方還特別邀請了 中國著名的鋼琴演奏家朗朗 一起排練演出 我們再對一下這個鋼琴的 為了保持最後演出的神秘感 樂團暫時拒絕了設置組的拍攝請求 排練結束之後 湯姆海對今天樂器的位置不太滿意 特意叫來工作人員進行調整 這個丁音鼓呢 它還是最好是往前來一點 就接近這個銅館和木館甚至 然後呢 袁浩呢 爭取啊 要跟丁音鼓在一塊 但是也要跟 不能離木館太遠 因為這樣子呢 在他們演奏的時候會容易一點 湯姆海的家 就住在上海愛樂樂團旁邊 這個地方 在半個世紀之前 曾經是上海斷鴨基床二場的長職 1970年 21歲的湯姆海 從部隊文工團復原回到上海後 就成了這個工廠的一名工人 這個工廠呢 是本來有一些部隊 下來的文工團的演員啊什麼 他們希望我們在一起 可以能夠一起表演啊什麼 我說同意了 我呢 在工廠裡待了三年 我的師父啊 對我非常的好 他們知道我從部隊下來 另外也喜歡藝術 就給我買了一個鋼琴 給我弄了一個小的琴房 他說你就在那兒彈吧 上班的時候啊 哎呀你去弄你喜歡的吧 我們在這兒給你當著了 是吧 這個 就基本上就沒怎麼上班 就是在那兒弄藝術啊 想想這個人間很奇怪啊 這事情 就是 他的命運呢 怎麼會跟這塊地方聯繫在一起了 湯姆海1949年出生在上海 他的爸爸是中國著名的電影導演 湯曉丹 曾指導過影片 《南征北戰》《渡江偵察記》等 媽媽藍衛傑是一名電影剪輯師 湯姆海成長在一個藝術氛圍非常濃厚的家庭 1973年 他考上了上海醫院學院 這次排練的空隙 他還帶著妻子和女兒回自己的母校 尋找一些往日的記憶 然後留校做老師 當時呢沒有這個大樓 這個大樓是新的教學大樓 但是這一切都有 那時候進了學校啊 哎呀每一個小教室裡都發出了很巨大的 有的人在唱 有的人在拉 有的人在吹 就是非常熱情地在練習 當時呢進來是作曲學生 因為熱愛作曲 但是半年以後 這個系主任沙漢坤 他來跟我商量 他說我們需要一個指揮 因為學校有很多東西要演出 他說你能不能上去學指揮 然後就指揮 我一想只要多搞業務就好啊 所以我馬上我就答應了 1977年 湯姆海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留校任教 對於當時大多數中國人來說 這已經是一份非常不錯的工作 但即將步入兒曆之年的湯姆海 卻並不滿足 他希望到歐洲繼續深造 恰巧此時 上海音樂學院有了公派出國的名額 湯姆海通過考試 去德國慕尼黑音樂學院大師班 學習指揮藝術 我在德國學習的 我在德國學習的 我一定要硬一點 因為中國人的麵比較軟 是吧 當然也滑 中國麵我也比較愛吃硬一點 煮的時間不能太長 軟軟就沒性格了 就像生活裡一樣 一個人得有性格 這種妻子和女兒最喜愛的食物 也是湯姆海出到德國時最經常吃的 雖然生活結局 但他省吃減用 也要去買音樂會的門票 隨著對古典音樂的理解不斷加深 他漸漸萌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要去跟隨世界級的指揮大師卡拉揚學習 大家當然都稱他為帝王了 因為指揮本來就是 所有音樂表演藝術當中的 是吧 最前茅的就是等於是桂冠 那麼他在指揮界 有時大家都承認 因為他的幾十年 跟柏林愛樂的工作 他們所發行的唱片 他們的錄視頻 就達到了這種高峰 別人都達不到 一次偶然的機會 他認識了一位 柏林愛樂樂團的樂手 就把自己的這個想法 告訴了這個樂手 他就把我帶上去 把我介紹給克萊 當然我當時 基本上是激動地說不出話來 對不對 這個也沒什麼好 只好微笑地看著他 他也還我一個很思想的微笑 我說呢 我很想跟你學習 也很想參見你的指揮比賽 他說好啊 這你就 你現在反正在聽我排練 對不對 這已經在學習了 我的指揮比賽嘛 你就跟我的秘書去登記 是吧 以後 那一年的指揮比賽延期 後來想可能是經濟上的緣故 因為是吧 但是也沒說明 就是答案 就說我們要延期 然後大家都已經報好名了 都已經得到邀請了 什麼都弄好了 在指揮比賽要進行前兩個月突然 那麼說 所有報好名的 所有的工作不是白費的 明年再來 結果他因為 他本來我是正好卡在 那個日子裡是可以的 剛好 他延期一年就等於我是超齡了 也不是准准一年吧 起碼是半年多了 像這樣 果然 當湯姆海按照要求 第二年再來參加比賽的時候 引發了評委們的爭議 一些人認為 他的指揮表現很好 應當晉級 而另一些人則認為 湯姆海的年齡 已經超出了比賽 對選手的年齡限制 不能晉級 為此 組委會不得不把卡拉扬請來 讓他親臨現場 觀看湯姆海指揮 第二天早上 他真的如約而來 那呢 整個指揮比賽停下來 我在那大大方方地指 其實一切都清楚了 他看著我的時候 又還是那樣的慈祥 他 他說 你就不要再比下去了 他 他說 我明年 你畢業以後 到柏林來 我請你指揮 柏林愛樂樂團 我知道我得到了 我一身想要的東西 是吧 休息的時間 湯姆海喜歡到訪 世界各地的圖書館 給上海愛樂樂團 排練完的那天晚上 湯姆海來到外灘的一家 小眾圖書館看書 我爸爸特別愛書 他每次帶我們全家出去 在書店門口一站一下 就再不走了 有的時候兩三個鐘頭 我和我哥哥 就必須在邊上等著 我們也就翻書 湯姆海沒有想到 自己的這個習慣 在第一次指揮 柏林愛樂樂團時 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 我的柏林愛樂的第一場 音樂會裡頭 有書本一個交響樂 那個交響樂呢 因為書本的手稿非常複雜 它經常很隨意的 咖啡館就寫 那麼它塗抹出來的東西 去拿去運發的時候 經常會有一些疑惑 後來我就跑到維也納去 在那個愛樂的大的圖書收藏處 去看他的手稿 結果那個圖書管理員呢 是個很老的老頭 他給我找來了 然後他說呢 自從他做圖書館員 還從來沒有人來看過 你是第一個 是個中國人 原來湯姆海剛到柏林愛樂的時候 這家擁有百年歷史的樂團 正在卡拉洋的帶領下蒸蒸日上 但當時的湯姆海 還只是一個剛剛畢業的中國青年學生 如果沒有過硬的功底 和對音樂的特殊感悟 要想駕馭那些身經百戰的老樂手 是非常困難的 總有那麼幾個不是太友好的人 說兩句什麼 這個說兩句什麼呢 跟他們對指揮不滿 他不一定你是華裔或者是黑人 或者是種族方面 他可能也因為藝術上的對不對 譬如說他們知道中國被避塞了很多年 又他們的文化又是 你這在那指揮我們 你到底有多少話可以說 他多多少少有一種那種心理 為了確保演出成功 湯姆海下了很多功夫 查閱手稿 大量排練 他用最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 因為我也下了很多功夫 反正結束的時候 全體觀眾總是對指揮 置於崇高的敬意 什麼呢 如果指揮出場兩三次 大家鼓掌歡呼夠了 樂隊總歸是按常規離開 這時候柏林愛樂的指揮 永遠單獨要出來謝幕的 就是大家鼓的是為指揮鼓的 那我是得到這樣正常的榮譽的 這我曉得的 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文意 我了解他們的情況了 結果出了幾次以後 全體樂隊走完 但是鼓掌還在 出去一個人面對全體觀眾去共 那應該還是很自豪 在柏林愛樂樂團的演出取得成功之後 很多世界一流的交響樂團 紛紛前來邀請湯姆海指揮 湯姆海逐漸在歐洲的音樂界 站穩了腳跟 而他選擇一邊指揮演出 一邊繼續跟隨卡拉扬在德國學習 而在他的身上 也留下了老師的很多印記 他是一個很完美的完美主義者 他喜歡玩摩托車 比如說他可以把摩托車全部拆掉 再全部裝回去 在他年輕的時候 那麼他對他的音樂是一模一樣這麼熱忱 就是像個螺絲釘一樣 釘住你給你搞沒完 就像我今天早上排練一樣 我就跟你沒完了 你行還是不行 你現在說 要麼就行 要麼就不行 對吧 你怎麼去達到它 是你的事 這個速度能不能再快一點點 那個快的樂隊可以連跳功的 對吧 這有點慢 卡拉扬對音樂的執著 深深地影響著湯姆海 他帶領舊金山交響樂團 倫敦愛樂樂團等世界一流樂團 在各地演出 幾乎在用比別人嚴格一倍的方式 要求自己和樂手 湯姆海逐漸成為世界級的指揮家 上海整個日清樂意 我在大街小巷 我現在這樣走就走不了 一走啊就會簡直就迷路 這個日清變化 樂意的變化呢 也體現在對藝術的追求上 我有時候在街上 突然站在路口啊 突然有一個人會騎著自行車 在我面前停下來說 我認識你 你是湯指揮 我聽過你音樂會 如此的啊 就說明了人民大眾啊 慢慢地通過生活的改善啊 已經在對藝術的音樂 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這是我們音樂家非常期望的 近些年 湯姆海開始經常回到中國 把中國的樂團帶到世界舞台上 讓世界認識到了中國民樂的魅力 2018年的時候 邀請湯老師跟我們進行了這個Ocean 他把三個領奏 就是聲的領奏 扔到了那個二樓的觀眾席 我當時是坐在這個觀眾席記牌 然後後面有一個聲的演奏家 當他的那個聲音出來 那個很優遠的很純淨的那個和聲出來的時候 觀眾都在找這個聲音在哪裡 因為特別奇妙 就像天上來的音樂 三月不知肉味 我覺得這是一種想像力 他有這個交響樂指揮這麼多 就是幾十年的底蘊 這樣的一些樂隊訓練的思維和方式 然後再加上這個中國民族音樂 特有的那樣的一種色彩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種結合 會讓我們的音樂更加有質感 最近上海民族樂團正在排練一個新的節目 他們知道湯姆海這段時間也恰巧在上海 所以就想邀請他來指導一下 而湯姆海也欣然答應了 從我開始自己自力奮鬥了以後 我就從來有一個原則 差不多要活出雙倍的時間 就是說你如果一天24小時 你應該想辦法活到48小時 就是你要做很多很多 原來沒來得起做的事情 包括學習自己的進步 我一向是兩張試同時做 《春秋寫正式》《山水富華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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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不把喝出來是不行的 曉得嗎 是管他意大利語文還是德文還是中文 都是一模一樣的 漢語拼音要誇張的 從上海民族樂團離開後 湯姆海匆匆回家收拾行李 與上海愛樂樂團和鋼琴架朗朗的合作演出 第二天就要舉行 他想早點趕到演出地點 上海近郊的九棵樹藝術中心 去梳理自己的指揮思路 每次演出我總是希望能夠接近劇場 或者排練的地方 九棵樹是挺遠的 我是想今天晚上就 裝好行李就去 那這樣子你早上起來 行李是安靜的 在體力上精力上都要保證最好 第二天傍晚 在觀眾的期待中 湯姆海與朗朗聯手的 紀念貝多芬誕辰250週年音樂會 在九棵樹上海未來藝術中心 拉開尾幕 謝謝兩位 謝謝 谢谢大家 虽然疫情还未过去 但观众对这场演出的热情非常高 以前200个座位坐无虚席 在优美的旋律中 大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在优美的旋律中 在优美的旋律中 这是我第二次和汤芷合作 那么这次确定是疫情以后 非常重要的一场演出 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谈 就是那种协奏曲的演出的 所以非常感谢汤芷今天 把他的很多的这个最拿手的这个 德奥派的这个风格的掌握 和对这个音乐这么多年的 这种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些诠释和理解 所以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走得很深 同时呢又有很多比较有趣的地方 我觉得还是 今天还是很非常非常享受的 也有什么 感谢观看